经过认真一番努力 法团终于都成立到 认真更以高票当选 成为法团主席 现得通知 鑒于坐落在土瓜环的建筑物 为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 括弧 以下简称条例 三括弧 第三括弧一 所指的综合用途建筑物 我们现在需要开展工程 否则会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大家 我想在短时间内 开始做它 支持 好 限期还有很多时间 这次我们需要安装消防水缸 投车系统 手控火警警报 以及紧急照明系统等等 等一会儿 这些全部你肯定做吗 很贵啊 你那边有事吗 我这边没有 议议 根据条例 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 凡是在1987年3月1日以前的建筑 又或者递交了图籍的综合用途 以及住用用途的楼宇 将它们的消防安全提升至现金水平 所以整栋楼都要整过了 所以 不要全都要 政府有不同类型的资助计划 法团或者个别业主 可以透过申请市区重建局的一站式楼宇 复收综合支援计划 市建局就会按照其相关申请资格及需要 提供合适的资助 而身为长者的酷叔 如果它符合入息的要求 应该可以经 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 得到资助 怎么做的可以再谈 这个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 大家怎么看 中了一整年时间 我觉得不用太急了 那你还想等多久 如果是 都要在这个工程加一个期限 我希望是 一万年 对了对了 三年后还在这里再跟我说 昨晚输入麻雀 周转不灵 蛤 那我就要少去几次日本了 黄叔叔 你之前在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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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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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 全部站起来 我不想在我的频络里面 看到可爱东西 家里东西 吃东西 政治东西 我只看到的 要是消防的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们想谈吃东西 我可以带你们去另外一个群组里 我大把 我要我这个群组 全部都可以说消防 顺顺正正的消防 有禁消防得禁消防 我们一定要 将我们里面大厦的消防安全水平提升 今年之内完成 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假东西 全部都是真东西 解决了 就是英雄 大家 谁支持主席 就坐下 我问了区议员 他说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 已经开始申请 我们有法团 就可以申请 看回成功申请的案例 每户除回大概够9000至15000元左右 成功申请的案例 每户除回大概够9000至15000元左右 9000至15000元左右 越早搞定 就可以越早得到资助 好像说现在政府考虑修例 帮一些旧房子做代办工程 这个建议呢 是给一些没有能力处理安全指示的业主 我们有能力的 自己做吧 洛宿所说的代办工程 因为适时维修 和妥善保养私人楼居 包括按照指示 或符合消防安全令 既要求进行所需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 从而提升楼居的消防安全水平 是业主的责任 所以政府只会在特殊情况下 先会为不遵从指示 或符合消防安全令的楼居 进行代办工程 完成代办工程后 政府会向相关业主收回工程费用 其他相关费用 包括监督费 和私家附加费 详细可以查看以下的网址 现在钱的问题就解决了 下次开会就谈谈招标的事 就这样 我呼吁大家团结 不要乱选 讲白点 我想选择承担沙器 我希望大家和气身材 我希望大家和气身材